无论你是想开始做自媒体 去打造自己的网络个人品牌 还是说想通过剪辑服务结案 去获得额外的收入 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影片进行软体 是非常重要的 像市场上面的影片进行软体非常多 我也知道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预算也不一样 我在过去几年也使用了很多的影片进行软体 所以这期影片会是2024年 我最推荐你去尝试使用的三款影片进行软体 这些影片进行软体 都是同时适用于Windows和Mac系统的 记得看到影片的最后 因为我会告诉你两个小技巧 去快速提升你影片剪辑速度 还有我是Grayson 这频道教示范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 一种网络穿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要记得订阅频道 再来特别准备了一份高校影片剪辑攻略 因为告诉你一些方法还有技巧 去提升你剪辑影片的速度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领取 如果是新手完全不懂剪辑 之前从来没有剪辑影片过 那么建议你去使用现在市场上最简单的影片进行软体 你需要去体验一下剪辑影片的感觉 所以了解一些剪辑的方式 一些理论还有法则 在你慢慢熟悉之后 如果你发现现在使用的剪辑软体 并不能够满足你所有的剪辑需求了 你就可以找到更加专业的影片进行软体 所以如果要我去推荐给新手去使用一款剪辑软体 那么我推荐你去使用剪辑 这是一款可以免费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听说过了 剪辑可以让你在Mac和Windows系统里面 都可以下载使用的 并且它有自己的手机App 对于苹果手机还有安卓手机 都是能够使用的 剪辑它的操作界面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需要导论的素材 就能够开始快速剪辑影片了 这并不像那些非常专业的剪辑软体 像是PrimiPro、Final Cut Pro 你需要进行设定才能够开始剪辑影片 所以剪辑是非常适合于刚起步的人 去开始使用的 剪辑里面现在涵盖的功能也非常多 除了基本的音频、视频剪辑之外 它也可以让你去添加文本 并且文本也提供了很多精美的范本 你可以直接套用 也可以让你去添加转场、特效、贴纸、滤镜等等 剪辑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把很多精美的效果都提前帮你制作出来了 而你需要做的就是选择一个你喜欢的效果 然后加入到你影片里面 把你们的信息替换成你想要的信息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 在刚开始的时候 去使用剪映去剪辑影片 是能够让你在短时间里面 去剪辑出精美的影片的 而且在剪映里面 它是有内建的素材库的 这个素材库里面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即使你是免费的用户 也是能够使用里面的一大部分的资源的 它的素材库有提供字卡、素材影片、素材图片、音乐音频等等 不过在这里我不建议大家 去使用剪映里面的音乐 去放到你的YouTube影片里面 因为有很大的概率 会收到YouTube的版权警告 我是更推荐大家去使用阿里斯平台的 它是一个付费的订阅制音乐平台 你能够使用里面的所有无版权的音乐 并且这些音乐都是能够让你去商用的 这也是我正在使用的音乐平台 它里面的音乐音效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额外的两个月的使用期 我就想使用剪映的一个功能就是 它的自动生成字幕的功能 这个功能对于制作影片字幕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并且我发现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 当然剪映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首先第一个缺点就是它不够专业 虽然在剪映里面有提供很多现成的效果、现成的转场 但是它并不能够让你去进行精细化的条件 你只能够使用官方提供的这些效果专场 我想进行更加细微的调整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还有就是剪映不支持配套插件 因为剪映这款剪映软体它是不支持第三方的插件的 所有东西都是存在剪映里面的 你只能够选择这里面的所有效果 还有就是虽然剪映是能够让你去免费使用的 但是有一些功能是需要你适应到付费的VIP才能够使用的 另外一款我认为比较适合新手去使用的精细软体就是Fumura Fumura是一款简单并且容易上手的影片精细软体 它是来自中国的一家公司 英文叫Wondershare 中文叫万幸科技 目前在全球的160多个国家里面 都有在使用Wondershare的产品 其中Fumura是最为出名的 关于Fumura的优点它有一下几个 选第一个就是它的操作界面是比较简单的 Fumura它的操作界面不是非常复杂 是比较人性化的 你想要找到的功能 在界面上面都能够比较容易的找到 Fumura这款简单软体它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每年都加入了很多新的功能 除了音频剪辑、视频剪辑的功能之外 由于现在AI技术的兴起 Fumura还添加了很多关于AI的功能 比如说AI制作数字人 人脸生成、智能抠图 文字编辑剪辑、内容生成等等 下一个优点就是 Fumura它的素材库是非常丰富的 而简易类似 Fumura也有内建一个自带的素材库 这里面的素材都是能够让你去商用的 它要提供图片、影片、音乐、音效 各种转场、滤镜等等 如果想要使用更多的素材 它还有专门的素材库网站叫Fumestock 这里面会有更多的素材 有些是付费的有些是免费的 还有就是Fumura提供了多语言的界面 现在Fumura能够支持超过15种的语言版本了 我知道有很多观众都想使用中文版的界面的 Fumura是支持中文的 所以对应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Fumura在Windows系统还有Mac系统里面都是能够使用的 此外如果你喜欢在手机上面还有平板电脑上面去剪辑影片 Fumura也是支持安卓系统还有苹果系统的 这就能够让你去随时随地的去使用Fumura去剪辑影片 还有就是现在网路上面关于Fumura教程是非常丰富的 是的Fumura非常有名 现在YouTube上面包括我的频道 都有提供很多免费的Fumura教程 所以你能够在YouTube上面去搜索这些教程去学习Fumura 去帮助你更好的使用Fumura去剪辑影片 Fumura这款剪辑软体是能够让你去免费使用的 你能够使用里面的大部分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使用免费的版本去导出影片 那么这部影片里面是会有Fumura的付随应的 所以如果想真正的去开始使用Fumura去剪辑影片 你就需要升级成付费版本的 虽然Fumura是需要你付费的 但是对比其他的付费剪辑软体来说 我认为Fumura定价还是非常合理的 它的付费计划有三种 你可以按照每个季度去支付 它的价格为29.99美金 如果你按照每年支付 那么价格会划算很多 它的价格是49.99美金 当然最划算的就是一次性的买段 它的价格为79.99美金 如果你认为Fumura这款剪辑软体非常适合你 你想要长期使用 那么一次性买段是最划算的 这三个计划都有提供Windows、Mac、iOS、Android系统的Fumura的使用 还包含未来版本的更新 并且导出不会有付随应 你可以获得1500多万种的创意素材 还有100多种的高级剪辑功能 可以获得5线的AI功能使用权限 并且你可以获得1GB的云储存空间 在我个人使用过程中 我认为Fumura是对新手最友善的 并且能够帮助新手去剪辑出不错质量的影片 在Fumura里面有提供大量的模板 新手在制作影片的时候可以直接套用里面的模板 所以并不需要有很多时间去研究 就能够剪辑出效果不错的影片 我知道新手最害怕的就是看到一款剪辑软体 它的功能密密麻麻 它的界面十分复杂 但是Fumura就不会给你这样的感觉 它的功能的展示都是非常清晰的 工具列表上面 从素材库、媒体库、标题、转场、特效 这些所有的功能都会直接清晰地展示给你 那只要选择你想要的功能就可以了 所以对于新手 我也是推荐你去使用Fumura这款剪辑软体的 接下来介绍一款我自己正在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 它是Primp Pro 这是一款非常专业的影片剪辑软体 它是美国知名的软体公司 Adobe旗下的主打的影片剪辑软体 Primp Pro非常有名 从剪辑小白到专业的剪辑师 都会选择Primp Pro 去作为他们的剪辑软体 我当初之所以选择Primp Pro 去作为我的影片剪辑软体 这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最完整最全面的功能 可以达到所有我想要做到的创意效果 Primp Pro它的优势有以下的几点 它有提供专业的转场还有特效的工具 在Primp Pro里面有提供大量的转场还有特效 你可以直接的使用 可以帮助你去做出更高质量的影片 并且这些转场还有特效 是能够让你去定制化精细化调整的 所以和其他软体相比 则是有更多操作的灵活度的 使用Primp Pro去剪辑影片 你可以同步整合多种的素材 Primp Pro的实践轴上面 你可以创建多个轨道 你可以同时整合音频和视频的素材 除了本身的影片轨道 你还可以加入Brio的轨道 图片的轨道 还有字幕的轨道等等 所以这是其他软体不能比的 另外Primp Pro还要提供强大的 后置还有调色的工具 Primp Pro在影片制作上面 有非常丰富的后置工具 能够让你去使用 比如对调色来说 你可以非常精细化的去调整你画面的颜色 你可以调节画面的色温 饱和度 它的亮度 并且你可以手动的拉动曲线 去进行调整 可以让你去完全发挥自己的创意 在你使用Primp Pro剪辑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自由的去调整工作的区域 大部分的影片剪辑软体 它们的工作区域都是固定的 不能够让你去随意的调整 但是Primp Pro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使用习惯 你的心情 去任意的调整工作的区域 这就能够让每个使用者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而且使用Primp Pro可以串联其他软体 Primp Pro可以和Adobe其他软体 能够快速的集合使用 比如说影像图库 Adobe Stock 新的处理 Audition 动态制作软体 Adobe Effects 因此你就能够快速的去从Adobe Stock里面去下载 影像还有动画 然后使用Adobe Effects去进行调节 最后再导入到Primp Pro里面 这整个的过程都并不需要你跳出Primp Pro的界面 现在Primp Pro还加入了很多AI的功能 比如说使用AI去快速调节影片画面的颜色匹配 来一键语音增强去快速去除掉背景音 重序提升音频的质量 还可以使用基于文字的剪辑 AI能够帮助你去快速侦测到影片内容里面的听众词 才能够加快你粗简的速度 而且Primp Pro它第三方的插件是最丰富的 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你达到理想效果 所以插件制作者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适配Primp Pro 因为Primp Pro是最多人正在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 我认为Primp Pro这款剪辑软体 无论你是从你开始学习的影片剪辑新手 还是说你有一定的剪辑经验了 我认为都是非常适合的 虽然当你一开始打开Primp Pro的时候 你会觉得比较复杂 会有很多的功能 但现在在YouTube上面包括我的频道 都有提供很多免费的Primp Pro教程 所以如果想要学习Primp Pro 你只需要认真学习一段时间 就能够了解逻辑使用Primp Pro去剪辑影片 然后在你一边剪辑影片的同时 根据自己想要达到的效果 想要达到的目标 你可以更具体的去搜索相关的教程 这样就可以不断的进步了 我自己就是这么学习的 我始终认为如果想长期做YouTuber 或者是做剪辑师 那么Primp Pro是最终你想要选择的剪辑软体 因为它会拥有最强大的功能 Primp Pro它有两种付费计划 如果是按照每月的付费 它就需要你支付22.99美金一个月的 如果你还会使用到Adobe其他软体 比如说Adobe Illustrator Adobe InDesign 或者是Follow Shop 那么会更建议你去使用Adobe CreateCal的计划 它会划算很多 它现在价格是59.99美金 这会分享给你两个使用的小技巧 来帮助你提升影片剪辑速度 首先第一个技巧就是你要学会使用快捷键 如果需要经常剪辑影片 那么一定要去学会你使用的剪辑软体 它的快捷键 因为这真的能够帮助你节约非常多时间 如果你使用手动方法 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操作 你可能需要几步才能够完成 而当你绘得这个快捷键之后 你需要在键盘上面点击一下 就能够完成了 大家别小看 这个操作只节约了几秒钟的时间 但是一整部影片积累下来 能够帮助你节约的时间是非常多的 你不需要记住所有的快捷键 而需要记住你平时最多使用的功能 它的快捷键 我这里推荐它这个方法 能够帮助你更快的记住快捷键的使用 在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 你所使用的节约软体 它的快捷键 然后把它下载打印下来 然后在你剪辑影片的时候 你把这张纸放到你旁边 就可以做出一个对照 在你想要用到某个功能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去看一下 这个功能它的快捷键是什么 这样剪辑几部影片下来 你就能够记住这些常用功能它的快捷键了 下一个介绍就是 你需要整理你平时常用的素材 当平时制作影片的时候 我们都会反复用到一些素材图片 素材影片或者是音乐 如果你没有对这些文件进行整理 那么在你每次剪辑影片的时候 你要重新下载这图片 在这个素材影片 是非常花时间的 所以为了提升你影片解决效率 你可以把这些常用的文件进行分类 比如说常用的影片素材 常用的图片素材 我也把我喜欢的音乐 都整理成一个音乐库 那么每次在我制作影片 要加入音乐的时候 我就可以从音乐库里面去挑选音乐 非常方便 说到音乐的使用 在你制作YouTube影片的时候 音乐的使用需要非常的慎重 因为如果在你影片里面 去加入不当的音乐 很有可能会导致你这部影片 没有办法去开通广告盈利 会让你损失很多收入 我希望你去看这期影片 能够介绍给你哪些地方 能够让你去找到 放心加入到YouTube影片里面的音乐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够这部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追踪我IG能够和更多互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